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要邀请的是 悲心音乐合伙人 转音歌机黄霖 新春代偶像歌手李新一 为我们带来《抢》 要见你只想见你 未来过去 我只想见你 穿越了千个万个 世界先临 李新一是新生代的这批男偶像里面唱的最好的一位 确实也是被大家称为这个俄长小林俊杰 白月光 心里某个地方 那么凉 却那么冰凉 新一的表演应该是让我很惊艳 刚才那首歌真的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唱成新一那样的 我觉得我要给他演唱打极高的分数 去年来的时候说实话当时还是挺懵懂的 这一年还是不管是在演唱方面 还是在歌曲理解方面都有小的提升 所以说还是蛮想让各位老师就是看看我的进步的 黄霖的唱法和唱功是这个华语乐坛非常稀缺的 也是非常珍贵的 黄霖呈现的是一个真实的一个黄霖 是一个无比灵动的一个女生 是一百分的一个表演 我要唱一首歌 什么歌 不唱这首歌我就不录了 完了 是霍尊之前发行过的一首很好听的歌 叫恰好 尊尊那版非常好听 那这样我压力会不会太大了 不会 这样你果然没有压力 你跟他又不是一个类型 这样有反差 对 其实算是如果要唱这首歌的话 就是挑战 李欣一和黄霖一定是非常值得让人期待的 因为两个人的唱功都是非常非常扎实的 无论如何 这首歌都会带来一场高渔水人像的一个表演 只管阴光太斑驳 只管阴光太斑驳 空气中太多琢磨 怎样想去再不为过火 between堵中太斑驳 标的高能� slight 口热的线索 为情境方人交磨 不同思量度 ere 总说 去 佳 沿着眉眼球结球 挥发无声的交叉 哪怕丢下天地沦为粉末 笑话 偏心隐隆 念醉的锁 放出千年的罪过 旧旧火 一尘尽破 赐给这为难 最恰好的施舍 只把阴光太斑驳 空气冲太多冲默 怎样胜去才不为过 你在累赘的线索 为轻轻放任交错 不惜结果只奢求后果 沿着眉眼球结球 挥发无声的交叉 哪怕丢下天地沦为粉末 忧众依赢 朝联盈工 locked 后发无声亮 朝联盈工 Yun Lee 至今正厅满 而又温少 就够了 但是袭湯 不许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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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新一 掌声送给我们二位老朋友了 欢迎回到我们天赐的声音 为什么会选择再次回到我们这个天赐的舞台呢 我想来零点虫草呀 知道我们这一期的冠冰上是冬阳光冬中夏草 放心 给你备着了 对 当然很重要就是想要拿进去嘛 新一说一说回到我们天赐的原因 这次回来还是想就是 再次学到一些东西的 二位这一年可以跟我们说说 在你身上发生了哪些有趣的事情 看我成风波龙 这个我们都关注到了 你在那个节目里面 到现在你觉得有变化吗 就体力变更好吧 翅膀更硬 但是我心态上面还是一直非常平和的 每次自己做到最好就好了 他们说你是一颗遗珠 那你想不想再通过更多的曝光 成为一颗真正的明珠呢 随便大家觉得我是什么珠 反正我生活当中 可能就是长了一对翅膀的珠 可以成风破浪 就是了 对 我们期待 新一呢 这一年里其实我除了唱歌之外 也有去想 就是自己想去写一写歌 然后也发现了一首自己写的歌 所以说就是更想的是让大家能认识到我歌手李新一吧 那这首歌叫做《恰好》对吧 很多人说这首歌应该是从霍尊那里听到的 对就是霍尊在几年前发行的一首很好听 我很喜欢的歌 但是在更早之前我录过一版 这首歌是他的作者常时磊为我写的 在录好没多久呢 我的约就到吃了 我翅膀硬了我就飞走了 没有跟公司续约 然后我就知道尊尊发这首歌 他也唱得很好听 然后我就会有一些小小的遗憾 一直心里有一种就是也很想正视 在舞台上可以演唱这首歌的一个愿望 这段故事我是知道的 对 我觉得黄霖其实是很喜欢这首歌的 包括你刚刚讲的那些话 我觉得很坦然 不像之前那些还要去畏惧很多的事情 翅膀硬了 我觉得黄霖就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 我应该称之为表演家 他每次的表演都会给人 有些人格合一的那个印象 真的很喜欢他 而且我追求你的自媒体 经常听你在家里弹唱 所以 在浴缸里弹唱 对 浴室歌集 唯有你 想离开虽然雨 快要活不下去 不能在一起 又来又去 你能够给人带来那种音乐的遐想和美感 石头写这首歌的时候一定脑海里面 就想着你的那个Vocal 这首歌终于回归了它最初创作的那个思路 这也是这首歌的缘分 恰好 刚刚好 是的 谢谢 谢谢 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适合黄霖 整首歌其实最让大家记得住的 那个亮点就是那个 如果我们几乎就给我们 继续柔车 是不是 优虏